全素草莓果醬烤蔬快 前陣子有在Facebook还有文章中好像都有提到就是我买了一大盏草莓就想利用这些草莓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心 那这个烤蔬快就是我一直想做很久的算是点心甜点你也可以把它当早餐啦有时候我都早上烤热吃 还有这坚果的酥底层就像草莓果醬成就像是快层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来动手做吧那我们先来做底层需要的食材有核桃还有杏仁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需要杏仁粉我自己都是大部分都是拿研磨机把杏仁磨成粉 那这里记得是美国杏仁不是中国那种男性喔是美国的杏仁果 然后抹成粉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椰枣以及椰枝油还有纯香草精以及一点点的盐 那我们一开始先将烤箱以175度C预热 那这次我们需要一台食物处理机先将去脂的椰枣干放入食物处理机中把它大略搅打细碎 那如果你的椰枣比较干你可能会想事先让它泡一下水 我大部分都是没有泡啦 然后接着我们再加入其他的食材 包含核桃 煎前抹好的杏仁粉 如果你没有研磨机就买市售抹好的杏仁粉 然后接着我们再加入椰子油 一点点的盐 以及香草精 那我们就把它搅打混合均匀 一样用食物处理机 那像这样子有点像面包碎的质地 如果它太干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饮用水 就是帮助它凝结在一起用的 那继续搅打一下 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它的质地是你用手指 就是把它可以捏成团的质地 那接着我们取一个模具 我这个是长条的面包模 对 然后里面铺烘焙纸 然后我们就把底层的混合物把它放入 填入我们的模具底部 那这样看起来堆叠起来好像很多 不过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会把它压实压紧 就是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很厚实坚硬 也不是坚硬啦 就是很厚实然后稳固的底层 那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放到一旁备用 那接着我们来制作草莓果酱层 需要的食材有新鲜的草莓 那我没有用过冷冻草莓 你可以用冷冻草莓试试 但是我觉得那个水量可能会要抓一下 另外还需要枫糖浆 还有七鸭汁粉以及饮用水 那制作草莓果酱层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把已经洗干净 然后去掉上面梗的草莓 还有其他全部的食材都放到 刚刚的食物处理机中 那这里的糖浆又亮 你可以之后试味道再调整 但我就是调到我喜欢的酸甜度啦 然后把它搅打混合均匀 像这个样子有一点水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把它放一下 它就会稍微凝结一点了 然后这里我有加一点点的肉桂粉 然后就是个人喜好 你不加也可以的 哦对了 然后完整的食谱 都是在部落格里 连结会放在下方的描述箱里 那制作好胎 我们先放到旁边 我们来制作最表层 也是我觉得绝对需要的部分 那同样先来看 需要的食材有 还有传统燕麦片 还有杏仁粉 就是研磨成的杏仁粉 然后还有枫糖浆 以及椰子油 还有一点点的盐 那我们这次就是不用处理 就用一个大碗 然后就把全部的食材都放进去 哦对了 然后这里的那个燕麦片 我强烈建议你用那个传统燕麦片 因为它比较有口感 然后接着我们就拿一个叉子 把它全部搅拌混合均匀 到这个样子的质地就差不多了 那接着呢我们就把刚刚 已经制作好的那些层给拿过来 然后这时候果酱层应该已经凝固 有一点凝固了啦 然后再把它平铺到我们的坚果底层上面 那如果它没有太凝固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放一下 或是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其他脂粉 那接着呢把它平铺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撒上我们刚刚混合好的 那个最表层的混合物 那这时候你希望就是要轻柔一点 不要把它按压的太下去 就是不要混合它们啦 就是让它们层次分明一点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把它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以175度C烘烤大约25到30分钟 那你把它烤到表面金黄色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烘烤完成之后 让它在模具里面待个大概5到10分钟 就是让它会比较凝固一点 我是有冷藏过啦 就是它会更凝固 那接着我们就拉着烘焙纸 把它成模具中取出来 就可以把它分切来享用咯 那我这次是就是把它分切成大概八大块 那我是算一个人平均大概吃两大块啦 那当然你可以一个人吃半个 我也不反对这样的 因为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那我都是要吃之前 在用烤箱把它烤热来吃 就是它会热热酥酥的 有坚果的滋味加上草莓果 醬成那个酸酸甜甜 还有蜂糖浆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那希望你也喜欢这个食谱 如果你有制作的话 欢迎hashtagbarrelive 在instagram或是facebook上 与我分享你的照片咯 那这次就先这样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